OK那么今天我们来聊一下关于新赛季我们都要知道的一些东西 首先我们都知道9月13号的凌晨4点在国际服将会有一场大事件 这场大事件可能就是外星母舰它会将堡垒大陆整个吸上去 我们现在其实在游戏里面也可以看到堡垒职业的各个角落都埋藏着很多炸弹 所以说当堡垒大陆被吸上去之后将进行爆炸 将整个外星母舰炸掉 然后将直接进入新赛季 也就是我们说的第八赛季 那么新赛季很有可能是一个末日主题的 因为那个堡垒大陆直接爆炸了 然后地图里面可能会出现很多的沙漠 然后沙漠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全新的建筑 比如说金字塔 然后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全新的动物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现在这个堡垒职业里面已经出现了很多动物了 像野猪龟还有鸡 以及这个赛季都有的外星爆脸虫 所以说下个赛季 然后有人透露可能会出现一种飞行的坐骑 那么这个飞行的坐骑有可能会通过一种驯服的方式 你像这个赛季其实就有很多动物都可以驯服 你像这个赛季的狼 还有上个赛季的恐龙 我们都可以驯服的 所以说下个赛季这个飞行坐骑如果是真的话 它真的会出的话 所以说我猜想 它非常有可能会通过这种驯服的方式去得到它 然后再来聊一下我们就是很多人非常期待的火影忍者 就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 火影忍者不会出现在下个赛季的记卡里面 对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了 但是其实也不用失望 因为出是肯定会出的 但是它可能会以一种售卖的形式出现在商店里面 而且因为下个赛季有火影忍者的出现 游戏里面可能会增加一种全新的道具 叫做爆炸苦无 这个爆炸苦无的用法 可能就跟我们之前那个电影里面看到的那个 蝙蝠侠那个飞镖差不多 但它那个样子应该是火影忍者里面的苦无的样子 还有一条非常重要的消息 下个赛季很有可能会出蜘蛛侠 因为现在漫威的皮肤已经出了很多很多 基本上都已经出的差不多了吧 然后但是蜘蛛侠迟迟未出 所以下个赛季非常有可能会出蜘蛛侠的皮肤 我们最后再来聊一下这个下赛季的演乱会吧 然后下赛季现在已经基本上可以确定有一个女性明星的一个演乱会 然后现在传言很有可能是Lady Gaga 对但是现在也不能确定有几场 如果不止一场的话 就可能会有一些别的明星 OK以上就是第八赛季到来之前我所知道的一些消息 当然以上这些消息都只是猜测 并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那么我也是非常的期待在新赛季会有什么好玩的东西 然后顺便说一下在9月13号的凌晨4点 我应该会去直播这个全新的大事件 但是因为它这个时间非常的硬件 是凌晨4点 我到时候可能得凌晨3点 然后定个闹铃就得起来 所以说到时候如果有人想第一时间看的话 并且你能够起来的话 到时候可以过来看直播 当然如果你起不来的话也没有关系 我到时候肯定会发视频的 OK以上就是我对新赛季的所有猜想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不要忘记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